我們一齊來到舞台旁邊,一齊來看一看舒文先生的點評 最後一首歌,《漫遊女人》 這首歌說了很多太空的東西,很適合 音樂上都是一些很post rock的東西 interstellar,有些漂流的東西 很多很不著編輯的詞 他最後都很聰明地在 chorus 準備一句 wrap up 了 問快樂是控制在你手上的 或者答案都是你手上的 你想不想去找,想不想得到 這些比較虛幅的歌詞 in a good way 因為這些這麼 grand 的 question 這些是宇宙的問題 其實歌詞其中一件事,timeline 離不開 寫的東西永遠都離不開 昨日現場和將來 另外就是 where, when, how, what, which, who, whose 那怎樣利用這些東西去寫一些異色流的東西 譬如我們這一次,好像只有這首歌 普通話歌,就會看到寫作的方法很不同 因為四星 他比較容易壓運 他比較容易寫作 廣東話本身是比較難寫的 寫作的過程都不一樣 普通話甚至可以寫作故事 然後慢慢再收拾一些字都可以 反而是你一坐下 有沒有一樣東西想寫 你如果平時寫習慣 因為他的書面語和他講的 口述的一樣 所以大約你的腦裡有 comprehension 大約A段想說什麼 你的故事的 你這一篇散文 或者這一篇新詞 想怎麼說 你差不多 是你出自的idea 那個plot 有沒有趣 你用什麼字 用不適合這些字 譬如這次講太空的 你有沒有 這次我剛才說人魚傳說 就是沒有 什麼都沒有說人魚的東西 就等他去人魚傳說 他這次又用了太空 有些去到宇宙的邊際 什麼什麼 就是怎樣都要用少少才成立的 就是如果你叫得這些 Interstellar 系列的歌 無論你是什麼language 都是一個寫作的 的點題來的 嗯 對 就是你 譬如有些歌 喜歡用 用甜品來形容感情的 假設 可能叫做什麼抹茶 原來那些甜品 一些糖 一些甜品 一些甜品 一些煮食的 都沒有 突然就去那裏 就是剛才說的 就說不好 這個他利用到這些 呃 編曲都有去 專門 Post Rock 去 令到這個 太空漫遊 這個感覺 無論去找快樂 也好 找另一半也好 或者甚至 Course 第一句話 甚至什麼都不找純粹 放空 都可以 那 那 他就應該 就是他想 設定出來做的 都差不多做到 了 都唱得 挺好的 嗯 我如果要很 低彈 裡面挑骨頭 那麼 P曲 還可以再 再 再迷一些 就是再 Interstellar 這支歌 如果你要玩Post Rock 因為有少少 Production 無論如何都要 就是Vocal 可以再 混合 或者 再多些 Effects Delays Reverbs 或者 有一句 或者一段 突然不同 中間 大家可以留意到 其實他回來 A 從第一次Mb 即第一次Music Break 回來的A 他突然靜 什麼都沒有 就只有我琴 那裏都挺好聽的 做得起來很特別的 還有夠大膽的 就是要 無論歌詞 旋律 編曲 都要大膽 嘗試不同的東西 但不只是為了怪怪 就是去Wrap Up 今天的歌 就是你想了idea之後 如何令到那個idea成立 成立的意思就是 觀眾聽的時候 他不是覺得怪 他覺得很新穎 但是又很舒服 理所當然,本身這首歌,這篇詞,這篇編曲 本身就冥冥之中存在了很久 沒有東西需要改 那樣新的東西就是來得容易接受,容易去共鳴 謝謝孫文先生的點評 我們也很想快點見到孫文先生可以親身來到現場和大家見面 我們現在再次請三位到舞台中間 我們一起聽一下周老師的點評 首先,不經不覺也評了最後一首 我覺得這次的比賽其實是挺難評的 怎麼說呢,大家的水準都相約 都有些很明顯的優點和缺點 先說這首,慢遊女人 慢遊女人,即是子龍的曲和編曲 我覺得他有一件事做得很好 就是他整首歌的氛圍 我自己很喜歡聽一對台灣的組合 叫康士坦的變化球 有一點近似,給我那種感覺 就是有一點迷迷的 然後有一種會是… 是不是要一直有音樂循環,循環著有氣氛 OK 會有一種感覺 以及會覺得氣氛營造上是非常成功的 我會覺得好像現在很流行我們經常說沉浸式 這首歌就好像沉浸式 會掉落了某個有點迷迷的世界 真的好像在宇宙裡面飄浮 我覺得曲編方面是成功的 兩件事都可以做得到 不過我好像聽到你們有幾首,好像類似有這樣 可能是時候下次要有些新的東西給大家聽 但是獨立來說,這首歌就很好 OK,再說回詞 那麼… 就… 那個詞很完整的 甚至乎我覺得可能是參賽裡面這麼多首作品 我覺得整個意念是最能夠實行得最完整 以及異象各方面都是做得最…平衡得比較好 不過你是用普通話 所以我不知道怎麼平衡 因為普通話…其實剛才舒文對我講過 普通話的難度是… 就是跟廣東話相差很遠的 所以如果我用回同一個標準來評論 如果你這首是廣東話的話 我會說你這首歌… 就是這麼多首我會最喜歡你這首歌詞 但是你這首是普通話 就是變成是一個… 有些是一個不太公平的競賽 不過其實很多時候創作比賽都面臨這個問題 就是有歌是普通話,有歌是廣東話 大家都知道普通話是異填過廣東話很多 所以永遠都是有這個… 就是…怎麼辦呢? 就是應該是你用普通話 我應該是扣你幾分呢? 或者… 就是類似這種情況 但是除了這些來講 我就覺得… 不算是用普通話來講廣東話 整個歌詞是跟曲和編是很配合的 很配合 還有…正陽先和舒文都有說到 整件事包得比較漂亮 包得… 就是有時候你如何平衡意同像 有時候你像太多 別人又不知道你說什麼 好像在看一幅畫 你只有一個意 你又覺得過分直白 但是你這兩樣東西 我覺得平衡得比較好 最後也有一個比較清晰一點的主題 但是你是用普通話來寫 所以不多不少… 在一個難度上 我會扣你一點點分 所以… 所以很難評 我覺得今晚這七首作品 因為有幾首我也覺得挺好 看看另外兩位評判 他們給什麼分數我都不知道 謝謝Jose Sir的點評 也有請三位先到台下休息一下